说到宋丹丹,恐怕对于比较年轻的吃瓜群众,多少还是挺陌生的,可这并不是宋丹丹不出名的理由,可如果将时间往前提计十年,那才是宋丹丹的辉煌时代,称得上娱乐圈的顶龙明星,作为一名小品演员,登上数十次春晚的舞台,这样的成绩,哪怕到现在都是值得人自豪的一件事,尤其是搭档赵本山所表演的小品白云黑土, 不知道奉你了多少个角落,之后的说事,昨天,今天,明天更是成为一代人的回忆,1989年的春晚因为节目时长不够,因此需要临时添加一个节目懒含相亲,这部作品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员,最后找到宋丹丹时,宋丹丹也不愿意出演,因为觉得这个角色有点矫情,不过让宋丹丹没有想到的是,自己能够靠这部作品火爆大江南北,他那句经典的自我介绍,俺叫魏淑芬,女,29岁,至今未婚, 宋丹丹也因此一夜爆红,之后宋丹丹又在央视的元旦晚会上表演小品超声游击队,与宋丹丹和赵本山合作的昨天,今天,明天和终点工,都拿下小品了一等奖,获得不少的称赞,可是在2006年,也就是15年前的春晚,赵本山出现严重失误,用宋丹丹的话就是,差点吓死在台上,当时,小翠说事的小品中邀请宋丹丹和赵本山来参加节目, 可是在小品的一开场,赵本山光顾着盒饭,忘了拿一个重要道具,里面有马上要用道的书,赵本山只好给宋丹丹指了指,表示自己忘带包了,宋丹丹瞬间傻掉了,央视春晚的舞台,有十几亿的观众在观看,尽管宋丹丹心里非常的慌,但已久表现得很淡定,将镜头引到自己身上,导播也跟着配合, 赵本山就返回舞台侧边,迅速地将一落的道具包拿到手,一切天衣无缝,两人配合默契满天过海,在多年后接受采访时,宋丹丹仍然没有忘记当年惊心动魄的心情,她称自己差点死在台上,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,宋丹丹、赵本山这些曾经带给观众欢笑的人慢慢退出大舞台,不免让人感到岁月无情 在《五十公里桃花物》中,宋丹丹就遇到这种让人感慨岁月无情,无法跟上年轻人脚步的无力感,年于六十岁的宋丹丹接到了粉丝用饭圈用语写的信,作为老一辈演员的宋丹丹丹完全无法理解信中的内容,甚至将椅子读成了压压DS,将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显露无遗 不过,在看完了这封信后,不少网友也留言表示用拼音缩写实在是太抢人所难,需要读信这字形猜测字母所代表的词句 更有粉丝表示都这封信如同在破译电文,实在太为难宋丹丹了,看宋丹丹认真解读的样子,真的太搞笑了 大家看得懂这封信了吗,有几个词小编真的猜不出来啊